其实今天我可以说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一日 因为除了这个公益局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也是很高兴能够见证 在这个公益局很慷慨一点 把他们的华教的获款 从前朝时代的差不多比一年总兵年到时候是一千万 每年获取一千万 他们说从今年开始 他们会增加到两千五百万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所以他们从一千万到两千五百万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们感谢他们有符合我们所做出的要求 建议 当然这个V可以说是带来很大的改变 除了这个环像 从总经经理一年一千万到两千五百万之外 另外一点 自得提的好像 所以台湾所提到 他们也是准备通过这个教育部 尤其是副教育部长张远庭的接洽 准备直接拨款 给这些全金滑下 所以以前好像所讲的 整个制度不一样 要通过一些程序 所以战争